平川说亮镜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Happy的精彩比赛 来自于欧洲的一个小比赛 这一次他遇见的是欧洲的小英飞 欧洲的四方星巴克 出生在地图 右下角是蓝色的布斯族艾迪Happy 开局的话Happy拉了一个小狗过去 为什么要拉呢 因为他的对手是随机 用随机打Happy 确实真的猛 最近Happy的比赛打的确实非常给力 无论是天梯还是打比赛 几乎都是90%以上的胜率 好,本场对抗 他遇见的是欧洲的一个小四皇 星巴克 开局的话拉里头小狗过去 一看,嘿,对手随机到了一个兽足 那你随机就随机吧 然后这边的话小狗疯狂的骚扰 先把这个地洞给挠掉 小狗弓一装 你再挠我就要射你了 好,英雄选择方面 星巴克选择的是先知 随机到受作啊 选择先知 哎,这个小狗一直在挠这个小狗弓 小狗弓一看 哎,你出来 我就进去 你进去我就出来 好,两个人在里疯狂的秀操造 欧皇,你这欧皇也是 有调皮的时候也是真的调皮啊 你看,你进去我就走 你出来我又去挠你 反正我小狗出来已经踩不了木头啊 我得唠你踩不了木头 好,我们看一下 Happy选择的是DK 死亡骑士的一个手法 常规开啊 DK大战一个先知 当然,前期拉一台小狗过去木头 可能跟平常相比会差一丢丢 来,我们看一下 星巴克的一个战术选择啊 先知应该就是先知配猎头了啊 战争模仿放的比较的早 那先知配猎头 就是疯狂的拼操兔了啊 好,那接下来 我们看看双方的一个博弈 这条小狗去外面侦查了一番 骚扰了一下 赶紧回来 看看DK啊 开局什么情况 诶,欧皇居然没有买这个Crawbank 有点问题啊 是出现失误了吗 欧皇表示我没有失误啊 我的开局做了变化 由于拉掉小狗 所以木头有点缺 木头有点缺 我就造了一个大墓地 然后呢 商店造的比较晚 好 开局的话 欧皇做了一定的调整 开局前期没有骷髅棒 那DK练不了级 只能够防止对手练级 好 为星巴克的话 过来一看 嘿 这DK好像身上没有骷髅棒 那你没有骷髅棒 我就来练你的点了 好 还可以 拉小狗出来了啊 小狗出来 拉出来一波战斗 那我们看一下先知 开局刚才打了一个智力加三 这个装备对于先知来说 还是非常友好的啊 很不错 好 Happy的话是买了一个贵族头环 来 两个人前期又要开始拼操作了 小狗 好 那你塞狗 那我就把这边的 把这边海归的纪念纸给拿掉 好 欧皇的狗又开始来了啊 上来直接围杀一个猎头 这边能反补掉吗 哎呀 想反补 没有反补掉 那拼操作方面 欧皇还是非常自信的啊 DK的话 走位小心一点 实在不行 塞一下自己的一个小狗 好 这边 省是真省的啊 卡一下位置 垫后 来 两个人的话 从开局就开始各种拼操作啊 欧皇 112点经验值 这边是168 先知的经验值 稍微的领先一丢丢 好 星巴克一看 呵 欧皇这个开局 稍微的啊 有点不一样啊 竟然整了两个大目的 好 先知继续戳对方的一个小狗 DK的话 现在哎呀 还有将近两发C 问题不大啊 好 科技情况 肉足二板一身 不死足二倍 也差不多啊 双方科技进度差不多 英雄经验值也差不多 开局就打架 那这一局 欧皇DK没有苦练三级 后面猎头不太好处理啊 主要还是对手一个随机 搞得欧皇呢 不得不拉小狗去侦查 好 狼一招 那这边看看欧皇怎么去处理呢 这开局被对手压在家里 出不了家门 确实有点尴尬 好 DK最后一发CC完之后 先知身上的蓝好像也不多了 哎 这里能不能把这个坟场给打掉啊 坟场一打掉 欧皇的话后续 奥本建筑估计会受到影响 哦 这边要开始戳了不 但是冰塔在要小心 冰塔一兵一个减速 对于兽足来说 这个部队影响还是有点大的 来 好 戳一个小狗 终于戳掉 先知到二级了 欧皇表示 腿累呀 开局我就不该去侦查 这一侦查到自己的科技进度 节奏完全就不一样了 好 收阻的话 奥本升好 欧皇的奥本也升好了 这个坟场还想戳吗 好 杀你的小狗 小狗杀一波 欧皇是去买二英雄了啊 买一下自己的黑暗游侠 黑暗游侠后面点这边的一个猎头 这样起骷髅出来 哎呀 这个被塔给点了 没事 被塔点了 对手没有经验值 呜呜 这小狗被戳到家里去了 很难受 我看来对不死足来说 前期DK没有到三级还是很难受的 来 我继续戳 Happy回来了 黑暗游侠 赶紧升个骷髅剑 把这边残血的猎头给收割掉 好 一看到你英雄回来 这边赶紧走 哎 好 残血的猎头还是带回去了啊 这一波团战 魔魂的话 稍微的打得有点憋屈啊 好 受阻暗英雄选择的是老牛 并没有选择小歪啊 三本科技 神级当中 这边商店 现在才不 两个人的商店 放的都是比较晚的 来 黑暗游侠 现在的话 刚出来啊 暂时没有经验值 DK的话还没有到啊 这一局应该是 欧魂练集最慢的一局了吧 来 兽足现在必须等级压制 只要兽足等级压制 后面就比较好玩了 众所周知啊 不死足的话 是一个玩英雄的一个种族 英雄等级低 后面玩起来会比较的费劲啊 来来来 这边再打了一个眼睛 眼睛一叉 修复了 黑暗游侠 找机会 来来来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装备啊 我们的部队遭到了攻击 DK的话 有贵族托缓 黑暗游侠 暂时没有什么好的装备 好 两个人现在闷头发音 先知到三级了 可以考虑去骚扰一下 为自己的牛头整齐一个安静 安静 和谐的练机环境 牛头 现在是踩地板 这边的话 Happy过来练一下这个蓝胖子 哎呦 这野怪不是很配合啊 一怕碎 老爱黑暗游侠 输出打满 打了一个大雪 哎呀呀 这个装备能不能拿到啊 好拿到之后赶紧走 哎呦 狼已经过来了啊 好 先知在旁边 那接下来欧环想练机 就有点难了啊 等级被压制 好牛头 即将是闹三级 三级之后 有可能就会发挥一波战斗了啊 Happy三本 即将升好 这边的话 盒子造一造 来来来 牛头的话 练完这个脸 马上到三 三级之后 我们看一下 星巴克 要不要发现一波 小心的一个进攻啊 先知三级 牛头三级 双三的一个等级 打这个二腰的一个等级 这一局 Happy腿了呀 这个等级落后有点多 好 骷髅的话 虽然是劣势啊 侦查还是要走到位 看看对手有没有开矿 暂时没有开啊 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科技的话 瘦足三本 升好 大猎头升级当中 后面转点狼奇 有狼奇 操作空间就比较的大了 那这一波Happy怎么办啊 被压制的有点难受 先躲家里去吧 要不等自己的三本 三本好之后 狂狗一升 复旧一单 是吧 谁也不怕啊 好 星巴克越打越香 已经开始 你抢欧房的点位了 这牛头二级踩地板 一踩黑暗游侠 小神板有点扛不住 猎头一个一个 把你的骷髅给戳了 大猎头马上升好 大猎头一升 战斗能力更上一层楼 六级石头来 并不是你的技能啊 所以说这个血线 一定要控制完美一点 来 这边 哎哎哎 哇 出篮提个加速 这一角 哇 幸好 幸好这个野怪 把牛头给吹了 可在这牛头一踩 两个英雄都要被晕 哼 这欧环 既然有 神功 神助啊 既然有这个 六级石头来帮他 好 人口44 38 欧环人口落后 6人口 happy的话 巫妖 即将走出吉他 狂狗野怪升好了 那狂狗升好之后 看看要不要 打一波小高潮 来 牛头 打个大法师之剑 哈 装备是真的好 happy的话 从开局到现在 一直被压在家里 哈 没有大势传奖的机会 好 巫妖带腐球 狂狗野已经升好了 那接下来 是不是在BK到三级 就可以发挥一股小线的进攻了 黑暗游侠能不能升到三呢 如果黑暗游侠升到三 猎头 打出来 都是二级的骷髅 也是很爽的啊 来 这一波 兽足是双三 练吉起来 确实六亲不认啊 是哪里都敢练 好 双方要争夺这波小鱼人了 来 六级小鱼人 稳稳的还在这 没有被抢掉 黄黄的话 毁灭已经升好了啊 毁灭一飘 狂狗一冲 这一波 很强势 虽然等级被压制啊 但是我这个部队 还是很扎实的 人口4450 手足还是人口小小的领先 好 打了一个吹风 这边手足三英雄小歪 也出来了 吃了不奶一口 乌鱼又有只想想吐厚白的猎头 把牛头给吹起来 这一波 黄黄的捆狗很凶啊 来 牛头再一次被吹起来 吹完了 吹不了了啊 接下来牛头 要开始发威了 来 想走 哎 一脚踩下去 好 小狗给我一个一个倒 老牛去往一下 黑暗游侠 想把黑暗游侠留下 这边DK一扒C 老牛再踩一脚 没有踩到英雄 但是小狗也是清理的差不多了 哇 这一波欧幻战神将近1000块啊 非常的亏 等级被压制确实难受 来来来 这一波的话 感觉 受阻 好 受阻还是见好就输 没有去追 追到不死族家里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可以吃 那哈比小狗被清理完一波 重新再补一波回来 来来来 兽族现在练级 练的是越来越凶了啊 小歪即将升到二级 限制马上要升到四级了 来 双方各练一个744 乌妖已经到了二级 黑暗游侠马上到三 好 好的装备 先给自己的乌妖 保一下乌妖啊 乌妖的话C位大输出 好 搞了一个大篮 DK对这个装备还是比较满意的 黑暗游侠马上到三级了 有二级的酷尔剑 兽族这边也搞了一个大篮 那你大篮 我也大篮 相当于啊 没有大篮是吧 好 牛头的话马上到四 限制到四 小歪的话马上也快到二级半了啊 来442 大战332 好 Happy这一波 重过来了 小歪的话打了一个什么好的装备 哎 打了个血排 哎呦 差点没捡到 哎呀 Happy还是凶的了啊 黄狗一波往前冲 小歪走位小心一点 好 这边牛头直接顶无敌 把对方的沉默给消耗掉 顶无敌 来戳一下对手的一个毁灭 这Happy的话烈士还是打得很凶 好 黑暗游侠毕竟有三级 二级骷髅站起来 但是牛头有四级 毁灭 好 一发C C回来 现在人口的话 50 大战39 这Happy落后死人口 怎么像领先死人口一样 打得那叫一位凶 牛头牛头 还是很硬的 来 小狗清理的差不多 骷髅的话也清理的差不多了 那这一波的话 三英雄弱博战 兽族英雄等级领先 哎呦 一发C 五要差点被秒 黑暗游侠 黑暗游侠很脆 幸好幸好啊 兽族现在暂时狼奇刚才没有 好 这一波狼奇我重新补回来 哎 这一波的话 资源的话 兽族资源也不是很多啊 如果说资源多的话 可以考虑开个矿 毕竟强势些 那 Happy现在 小狗又被清理完一波 清理完之后 黑暗游侠继续去打骷髅吧 打一匹骷髅出来 继续战斗 这边 牛头 空个无敌 群补之类的呗 无敌 空好了啊 有无敌在 牛头的话 就可以七进七出 好 自己这个点位没有练 这一局的话 兽族 练的点位 确实非常的多 DK 群补也好 我还想去打架啊 好 这边打了一个 力量 牛头更加的肉啊 这个四斤牛头 1200滴血 那叫肉啊 肉倒不行 Happy这边 好 连一下自己的分矿 人家1000啊 这边DK才800多 血线差的 确实有点多啊 来来来 兽族的话 没有开矿啊 欧皇的话 即便是烈士啊 侦查做的依然还是很到位 那现在 星巴克可以考虑 继续进攻一下了 我现在等级压制 什么装备也不错 哦 Happy的话 搏一搏啊 单车变摩托 烈士 练个大点 只要我能搞一套神装出来 哦 但是兽族抓了过来 好 狼第一式侦查到 那欧皇不敢练了吧 这要练下去 很可能会被捅屁股 好 来了 这一波 来来来 这一波抓了一个阵爪 火 前有火 后有狼啊 老牛一脚踩下去 天不顿地练 但是欧皇不退反镜 直接冲你的后排 把你练头一个一个搞掉 好 双方这一波打得火热 瘦足一看 诶 阵气稍微的有点差 挑战一下 好 牛头再着急给踩 欧皇的小狗可准疯狂操作 就是不让你踩 哇 这一波三英雄全中 乌妖乌妖乌妖 哦呦 来了一发空C 那乌妖一倒一下 这边欧皇的话 冰白如山倒了啊 这三英雄是铁三角 只要一个倒一下 那这个部队就完全溃无成真啊 来 乌妖一倒 这边的话 越战越勇 Happy 买活吗 有没有钱啊 三百多 四百块 差不多可以买活了 买活之后 继续打 兽足这边画牛头 五级牛头 五级牛头 恐怖恐怖啊 来来来 Happy这一波的话 好 乌妖买活 但是乌妖买活是没有状态的 毁变 直接兜下来 一轮集火带走 牛头牛头 五级牛头 这一脚踩下去 天崩地裂 兽足 这边不死 所有的单位全部晕 好 乌妖再一次阵亡 Happy 达出激进 我们恭喜星巴克 看来 打欧环还得靠欧洲人 哈